上海不單是中國經濟、貿易和科技中心 也是航運中心 2023年上海港貨櫃吞吐量達到4900萬標準箱 連續14年世界第一 被香港同期的大約1400萬標準箱 多出超過兩倍 上海港由多個港區組成 貨櫃碼頭主要分佈在陽山、外高橋和吳松三個港區 其中規模最大的陽山 由長江和東海交會處三座小島填海造陸連結二成 這個港區2023年貨櫃吞吐量2500萬標準箱 佔整個上海港超過一半 另外陽山還擁有全球最先進的無人碼頭 貨櫃裝設等很多工作都以自動化、智能化操作 目前上海港貨櫃輪航線遍佈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 一共700多個港口 每週貨櫃輪進出超過320個班次